中华职棒今年从年初到年尾一路不平静,多名球员的桃色风波报不完,镜周刊左右爆料指出了Migo桃园重保守林洪玉染星,棒球季虽已结束,但球员场外话题仍持续不断,特别整理出遭受桃色风波的球员,带您一同回顾今年重大的桃色新闻。 一、郭修妍,中华职棒了Migo桃园队内野手郭修妍遭球团公告永不录用,竟被爆料其翻墙闯入女大声宿舍未遂,球团全面与郭修妍切割,将郭交由司法处理,郭修妍向警方坦诚闯入女大声住处,便称喝醉了,既不得,突然断送其职棒生涯。 桃园队7日在官网上发布郭修妍选手因酒后产生脱续行为,严重违反球队规定,本球团予以开除处分,永不录用引发球迷议论,深知内幕的球迷爆料,郭修妍未遂,球团震怒下才将其开除。 警方表示,桃园队与日直罗德队今年2月中旬在日本石原岛进行交流赛,郭维二军,留在屏东大学旁的安心学院宿舍未随队出赛。 28日凌晨1时许,郭南三杯黄汤下毒后,一时惊虫冲脑,竟从其球团租居的4楼宿舍自楼外爬上5楼女大声闺房。 据悉,女子房间为4人的上下铺格局,当时其他室友都不在,只有被害人独自一人在房内上铺睡觉,睡梦中听到下铺传来声响,坐起身来贺见郭修妍站在一旁,女子吓得放声大叫,惊动临房室友,郭修妍仓皇逃离现场,女子姓未遭毒手,警方也火速赶抵现场处理。 警方透露,现场监视器未拍到郭修妍,但宿舍除一楼到三楼出租商办,四楼到六楼租给屏东大学学生桃园队过滤相关人员后,才确定郭修妍身份传唤其道案说明,郭坦诚犯案,却变称喝醉了,不记得。 郭修妍成租宿舍两年多来,也与房东熟人,并透过房东向女大声致歉,桃园队也表示,已对郭修妍做出处分,未来也将加强求援宿舍管理。 2、林志祥 已婚且育有一子的林志祥,日前被周刊爆料与多名女子有染,甚至演艺圈C卡女星,以及广播界林志玲DJ圆圆也牵连其中,忠职对此回应,倘若属实,将对林志祥做出惩处。 拥有爱家形象的林志祥,不仅是中华职棒统一师的明星二雷手,她也是新台币500元钞票上的少棒捕手,日前却遭人爆料与多名女子暧昧不清。 据苹果报道,读者爆料提供,多张疑似从林志祥手机流出的LINE对话截图。 据苹果报道,爆料者指控已婚的职棒球员林志祥,不仅和多名女性有超乎纯友谊的互动,还要求对方传私密处照片,照片中包括C卡女艺人、A、L、Z等四名女子,而这还不是林志祥全部的发声关系的对象。 据爆料者所提供的讯息,寻线追查账号LINEID上加上XX38等数字,跳出的照片确实和林志祥私人脸书大头贴一模一样。 而资料照片所显示的69帮、内野精英、文化体司A拉赛团群组,皆符合林志祥手内野,以及曾就读文化大学体育系等背景, 只是其中一个重情重义重粉为群组显得耐人寻味,疑似偷情多名女子的林志祥,除了直接与Z女在厕所发生性关系外,还曾要求LINEID拍特写照传给她。 另外还有一名演艺圈C卡女星,爱妹称呼林志祥为比,更传上半身照给她。 对此,该名C卡女星回复,两人是在聚会上认识,双方仅止于互传爱妹讯息,并没有交往。 但对于传过裸照一事,C卡女星则与代表刘蒂回复,可能有这样的事情。 另外,据中时报道,在传出一名演艺圈女星涉入,该名女子即是有广播借林志祥封号的DJ圆圆,对于这次的桃色风波,圆圆本人并未回复。 而之所以有这次的爆料照片外流,据悉主要是林志祥交往过的女子所为。 疑似该名爆料女子得知林志祥与多名女子发生性关系以后,促进大发意图报复。 还在爆料前寄部分照片给林志祥,雨带威胁,要给她好看,平时有爱家好形象的林志祥,这次卷入桃色风暴。 对此,她所属秉出运动经纪公司。 经纪人郑佑佳表示,志祥婚前确实有跟几个女生走得比较近,但婚后没有语举行为,之后会去追查资料如何外流。 调查照片的真实性。 三,蒋志贤,十月中信兄弟冰封暴闹得沸沸扬扬,18日一周刊爆料指出蒋志贤与女球迷有助不寻常关系,让以往爱家、爱老婆的蒋志贤形象重创,最后也遭囚团解约。 不过本月蒋志贤大动作前往台北低检署阿玲申告,驳斥周刊的不实报道,因此整起事件仍然是个罗生门。 四,张正伟,十月十八日一周刊大篇幅报道中信兄弟冰封暴内幕,绰号花花的张正伟被抱与一人老婆郑诗婷闹离婚,而且张正伟还与台中一名女子过从甚密,经常不回家,但这项消息同样遭张正伟严正不斥,还在11月7日的颁奖典礼泪洒全场,表达最严重的抗议。 五,林克坚,同为中信兄弟释出球员的林克坚,11月8日被周刊爆料与女球迷的花边绯闻太多,且个性不受控成为球团的头痛人物。 不过他10日发表声明驳斥报道,指周刊内容为无中生有。 六,罗国华,罗国华则是在同一篇周刊爆料中被指代学弟上越南店等声色场所。 他在11月9日曾发表声明指出,本人除一般餐厅、酒吧或KTV外,完全未曾与队友出入越南店或类似声色场合。 周刊报道内容与事实全然不符,博斥报道内容。 七,杨耀勋,亚冠赛期间,竟周刊爆料杨大哥与女球迷走得太近,在外常喝酒,拈花惹草。 弟弟杨带刚11月15日更发文写下,请不要再跟我有借贷关系,也不要再跟我家人玩赌,花天酒地都与我无关,家人欠款我不会再帮忙了拜托。 自理行间似乎暗指哥哥杨耀勋的私生活复杂。 八,林鸿玉,今天禁周刊再度爆料,指林鸿玉与老婆结婚四年就被抓包偷吃小三四次。 不过他与老婆随后发表声明驳斥周刊报道,更扬言不排除走法律途径,已正式听。 九,陈宇勋,中华职棒乐天桃园投手乡长陈宇勋2017年因外遇离婚, 没想到近日再被爆出其实早已复婚,但仍在外乱搞男女关系,开小账跟多名女子暧昧,约炮。 当年的外遇对象也跟注爆料,陈宇勋不但约三批,约球场打薄,还向球团称女方有忧郁症乱说话,让他气得直呼没担当。 陈宇勋在2018年6月遭报在婚姻状态不明的情况下,与一名陈姓女子交往。 事后陈宇勋发文道歉,表示2015年透过网络认识陈女,并在2017年因陈女与前妻离婚。 离婚后虽与陈女维持关系,但两人仍在2018年5月分手。 没想到今日有一名女子在Tcard爆料,表示自己从去年起因一篇现实动态与陈宇勋开始聊天,起初只当她是一般朋友闲聊,且查过相关新闻认为是离婚状态,因此没有特别避嫌。 后来陈宇勋换小账跟她聊天,内容越来越暧昧,她也因此动了情,但就在此时陈宇勋向她坦白并非单身,为了小孩离了,又接了。 女子虽然认为两人不该继续维持这段关系,但被感情冲昏了头便一拖再拖,最后终于结束了这段不伦练,但是后又发现两人交往这段期间,陈宇勋用其他小账跟别人暧昧,还跟其他人约保,被发现后就关账号神隐。 女子并指出,她曾经联系球团告知此事,但球团表示无法对球员做出任何惩处,最终不了了之。 爆料文章引发热议,2018年与陈宇勋闹上新闻的陈宇也发文回复,表示2020年陈宇勋持续与她联系,不断向其索取影片要打手枪,还约她三屁,到球场打包等,并爆料她在床上时间跟在投手球拖时间差很多。 陈女联系球团后,球团有约谈陈宇勋,但她没受到任何惩处,甚至称陈女她就是有忧郁症,才会乱说话,让陈女怒轰做事不但没有担当,只会推给女生,都给妻子。 立刻神隐不敢面对,并强调没有要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找借口,而是无法忍受她对球团的推托,甚至攻击她的精神状况。 对此,陈宇勋发布律师声明,只爆料人士所述部分内容一与事实不尽相符,以影响陈宇勋先生之名预级生活,并称此事所涉为球员个人球场外私得争议。 陈宇勋目前全心以为球队争取下半季冠军为唯一目标,不愿球队表现因私人争议模糊焦点,将不再回应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。